他向全世界最好的民情 收藏一千三百幾都在台灣 一千多幾小提琴 對 那一支卡 幾十萬一百萬的 全世界現在想要做好情 都要來台灣研究 因為所有好情都被許文龍收了 對 而且 就是他要把台灣發展成 做世界民情的中心 所以世界的好的債務會來台灣 這樣子 那這個 那個許文龍是說 他把這個公益喔 他花這麼多錢 我相信那個僑企一百萬 他把他全部捐出來 做公益 目的要做什麼 目的是要做教育 他除了台南市民去看不用錢之外 因為在台南在 清美博物館在台南 全台灣的小孩子只要去看 都不用錢 他希望可以達到教育的目的 我當時就在想 這個許文龍他說 他老生錢給孩子不好 孩子第一 也有那麼多要向你感恩 第二 黑暖榜 對小孩子其實也不是好事情 對 我在想說 這個許文龍 對台灣的奉獻 他對於那種 氣度跟見識這麼深遠 講現這麼大 大家也不要說 我我們的子孫去看取媒 都是許文龍的貢獻 我都想說奇怪 如果定薪 昨天我看說 他有兩千六百多億的財產 那是他在全球啊 兩千五百八十 其實主要 他主要是多少 兩千五百八十 那就兩千六 主要資產不在台灣 不是在台灣 對啦 都在康師傅一樣 我說 修文龍總共花一百億 對台灣的貢獻就這麼深 他有兩千六百億耶 有啊 他貢獻也很深 都做雞油給我們吃 我覺得 我們應該有一個 食用油管 這橄欖油 全世界都來給他學 這豬油 這是什麼 這椰子油 你介紹怎麼為粉 把它做到油 我講比較嚴肅的問題 其實我最近 你以為我不會嚴肅啊 你會說到我律師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所謂嚴肅的事情是什麼 是法律上的問題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因為我最近跟田丘寢常常有對話 那因為田丘寢現在是在做實管法 他是說傑民你一定要想辦法在電視上去揭露國民黨 他們現在是已經屬於在這個 所謂就是我們說的就是暗示 就是我們說的那個叫做超野協商 那你知道現在國民黨怎麼來讓實管法不過呢 他也提很多 他就一直提 他以前都沒有提的 就一直提一直提 一直提 一直提 那你提了你就要討論嘛 所以他們 這些提的東西很多是莫名其妙 就是很奇怪的東西 他們就提 那提的目的很單純 就是讓實管法 繼續在這位的這個超野協商 那田丘寢也說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其實他就說一句話 實管法是一個法案 叫做食品管理法 結果我們完全沒有辦法管理食品 表示實管法是一個廢物 那實際上是廢物 那國民黨發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他就一直把責任放在屏洞的時候 為什麼不趕快把實管法說好 建民 你是財經記者 我趕快問你一個問題 最近喔 定心去領現金領五月光 對 跟我說領現金領五月光 他可能準備要交保 會交保 對不對 現在沒有要交保 他還繼續領現金 對 說好 派很多人的員工 連累都開洗碗車 那像什麼 那像包 運操車 都去領現金 為什麼要領那麼多現金 我們估計應該是這樣子 他其實已經沒有現金了 他的現金按照澎淮南的說法 包括頂興當時的康師傅170億 都已經不在台灣了 除了房地產之外都不在台灣 那房地產基本上也都有一半以上 百分之六十是更嚴界的 所以他叫做 我們稱這個叫什麼東西 我們稱叫做 騰龍 不是騰龍換了 我們叫做 禮貓換太子 意思他一開始是用現金買 買完之後 這現金可能是 康師傅TDR的170億 或者更早他賣股票的百分之二十股權 是賣給日商 拿了七億美金 但那七億美金已經 我知道他拿出來要做什麼 就是要規避你去查封他 因為你的錢在銀行就可以查封 你拿成現金你怎麼去查 你不肯去查保險箱 這就謝昌廷最近在推的 要全民 凍結 而且動作要快 其實頂興在台灣 恐怕真的沒有錢了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最近 擴張的速度太快 剛才講什麼2700億 那都是騙人的 那都是股票的錢 他覺得他們都是股票的錢 這股票錢一跌下來之後 他什麼都沒有 股票跟房地產 所以現在一定要趕快查 現在知道他有哪些土地 趕快查封他 因為其實這土地又是跟銀行借的 他是買空賣空啊 他就是跟銀行舉個點 他生從地他總共借 我覺得他不只借八十億 他一百零億可能都是用借的 那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連聖文說的 沒有啦 柯皮說的 連聖文 他說 你都說我權貴 人家釋迦摩尼佛本來也是王子 他也是王子 他也是權貴 他去做和尚 他一路走來就是度化眾生 對他去做和尚 釋迦摩尼佛沒有喝一瓶四萬塊的紅酒 也沒有開寶石節 也沒有跑趴 也沒有把妹 重點是 釋迦摩尼佛當他年紀還很小的時候 當然這是佛教的故事 在他年紀還很小的時候 他就離開他那個國王的父親 他就在菩提樹下 就悟道了 然後從此過著苦行生般的生活 所以即使他的出生是一個王子 是一個權貴 但是他並沒有去利用他的身分 去享受人世間的榮華富貴 因為他追求是另外一個層次的東西 那連聖文的比喻 地寶我也搬出來 我現在搬到一坪大廈 就是從高級豪宅 寶石節也賣了 從高級豪宅變成比較中級的豪宅 比較老的豪宅 你沒有錯啦 可是連聖文你選完會不會 不管你有沒有當選 你會不會搬回地寶祖 寶石節賣了 下一步搞不好買更好的 歐米豆腐 你這個人沒有讓我連聖文度化 我的意思是說 出生當然不是問題 權貴也可以來服務一般的大眾 問題是連聖文 你有沒有很誠懇的去面對你的出生 他到現在都不承認他是個權貴 那你期待台北市民去面對他 你這樣更誠懇 連聖文真的站在路邊 脫波化園 最好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蔡義山齁 大家都 他藍眼說他是錫票機 他去湖光市場掃街 他去 他去世東跟 湖光 對 湖光 內湖 他現在他會繼續掃 因為現在剩最後一個月了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了 連聖文的陣營現在的這個方向很簡單 就是 會繼續柯文哲的 看起來也拉不回來 那就是 深藍應該還會投給國民黨的連聖文 雖然說他可能 不見得很喜歡連聖文 可是因為我是深藍 所以國民黨推的我都會提 他現在就在於中間跟前欄這一塊 看起來投票意願很低 那如果跑去找柯文哲的人 可能回不來了 我要怎麼樣讓不去找柯文哲 但是卻不投票的人出來 所以他現在希望看到太太出來 我跟你講我是覺得說 他也許蔡醫院受到歡迎 但是人家 蔡醫院1.5米的巷道 又塌 又有隨戶 又有幕僚 又有媒體 人家要買菜要怎樣 那人去營養是沒辦法買菜 對嗎 對啦 他說在裡面有多少錢呢 一攤一攤慢慢的握手 對啊 這樣是效果好嗎 我覺得攤商可能 喜歡攤商當然就不會討厭 那如果沒有特別支持的 尤其是禮拜六禮拜天 好不容易大家放下來買菜的 我想或許會有點抱怨 耽誤到我做生意 但是他的重點可能 不是那一些攤商啊 他重點是要透過 電視的畫面出去以後 讓我講的那個族群 看到以後覺得說 哇很可愛很漂亮 然後後來還真的 跑去投給顏色文 他要的是這個效果 那陳佩琦跟蔡醫生 你比高分數怎麼比 你要分怎麼樣比啊 是說他們兩個對先生的幫助 或是說他們兩個在對事情的表現上面 或是他們兩個的人格特質 這不一樣啊 你要說年輕漂亮的話 蔡醫山年紀是小很多 那這個當然沒得比 那個陳佩琦跟蔡醫山同樣年紀的時候 應該也差不多啊 好 年紀 勝 不是 年紀不少 智慧 勝 沒工作 拜 留工作 勝 那剩下十八歲就年紀最小啊 那倒不能這樣比啦 對啦 對我覺得不能這樣比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 我現在講的倒是 我的內心話就是 雖然蔡醫山現在看起來 因為他沒有講什麼話 對 那講話講多說不定他會失言喔 反正他現在就是 都沒講什麼話就是 那如果是有一個前面的人 怕是怎麼怕說話說會失言 我現在不是說他不講話 是因為他怕失言 是說他現在都沒講話 他的策略是這樣 就是跟周美慶一樣 也沒有講什麼話 就是出來拜票 讓大家看了以後覺得 他看起來蠻漂亮的 就會喜歡有這種人嗎 真的有啊 對啊 所以這一群是他要 蠻漂亮的氣質不錯 那陳佩琦就是 他本身是一個非常 獨立自主有思考邏輯的 對 他在他列出上 他列出現在已經九萬多人了 他的粉絲 所以他講的話他會覺得說 他不是柯P的附屬 他是柯P的閒內柱 他是柯P很好的另一半 他有他的個人的人格特質 而且他敢言直言 他說柯文總很尊重 這不簡單 對啊 這個老婆一定要好好尊重 因為陳佩琦她是很有想法的人 是是是 他不是他的父親 柯醫師不要太多 蔡委員 台中選情什麼 我覺得其實 大概林家總生的機會是高很多 我看現在各家民調 不管人家外面講什麼 偏欄偏力不管 大概都15%以上 那以在台中過去的 我在那邊大概從我自己選舉 然後幫忙輔選 這麼久的經驗我覺得 大概超過15個百分點 你說要怎麼去轉都很困難 沒有人旺旺今天做的 只有差8%而已 那因為他 我不能說他不準 他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他算是 我們如果說統計學來講 總是他是 很偏差的數字 比在平均數裡面 差不多都15%到20% 這個 15%為中線的這個上下這裡 那個太偏差了 其實意義參考也不大 不過大概來講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說 明星思辨是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其實 胡志祥市長他很多 我現在每天撿財 每天去東跑西跑 可是我覺得那個都有些 因為他很難再去說服人家說 你做了13年 他要做到17年 然後你13年做不好的事情 你說14年會做 那現在左頭怎麼開 左頭現在大概 你們這裡都沒有 人大概3萬左右 你有3萬 你有3萬 再報給左頭 平盤 平盤 平盤嗎 從副食 現在接近 從柯文哲的副食 對 明星很賺10萬票 現在是平盤 平盤 對 所以已經還有些數字像3000 已經陸續在開設 特別是越來越高 已經在轉 因為左頭也不可能這樣子 太誇張 你的實習數字在